那後來 後來人家提親了嘛 也提成了嘛 對 那他後來又怎麼去反對人家 後來他沒有想想反對啊 他就想反對我 什麼意思 他就是說他不可能跟我在一起嘛 因為我那天約他出來 我們是要看房子 裝潢對不對 然後他就到了我家啦 到了我那裡後就看一看他之後 看完了我們去吃飯 然後到了餐廳之後 我們就叫了餐 我就隨便吃一吃 趕快吃一吃 有重要的事情要談 他說什麼重要的事情 我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先把這一口吞進去 好啦 突然幹嘛那麼急 我說你知道我今天找你幹什麼嗎 他說你不是要佈置你的房間 你的房子嗎 我說那你佈置了沒有 他說沒有啊 我說所以那個不重要嘛 重要的就是 我現在要告訴你的事情 他說什麼事情 我說我現在正宗宣布 我要把你變成我的老婆 那我是那個 Oh my God 你要追你的那個 當然候選人 他說不可能啦 怎麼可能 我已經要結婚了 而且只剩21天了 我說那你結了沒有嘛 他說還沒有 我說還沒有 那大家都有機會嘛 從這樣開始 你連那個語調都很像劉 很像強盜 他說 因為那個時候 我就是全神貫注 就是要把他追到時候 敬賞 我覺得女生會不會心裡 有一個空窗期 也就是說 他覺得我21天就要嫁了 所以我就很放心 那男的那個時候 還在美國對不對 對 就很放心的跟你出來 因為他覺得說 我怎麼可能在21天裡面變心 反而給你有機可乘 因為他這時候處在一個 非常鬆懈的狀況 所以小心那個女生 覺得自己要嫁了 不要放棄最後的防線 是不是這樣 可能因為最後有一點放鬆 然後找到更好的 這個 讓他回去 那你要一直比較 沒有 我不會覺得 他那時候是在 因為是找到更好的 跟你在一起 因為那個時候 他沒有能力去分辨 好或不好 我覺得他那時候 只是被你的這種 因為很少男人 那麼強烈 那麼衝動 那麼不怕危險 因為他是摩羯座的 摩羯座做什麼事情 其實到底很有把握 他才會去做 我跟你講他絕對不是衝動型的 所以他才會想說 他有什麼優點什麼 可是我跟你講 感情不是從優點看的 就是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用力那麼用力 去爭取這個東西來講 就是說其實他都會 立於不敗之地 為什麼 他會覺得說 這張就算失敗 我也打了一個美好的一仗 所以來講說 他會有事無恐懼 去做這件事情 享受過程 就是一個他不做會後悔 這樣子 常在講的對一半 我不是立於不敗之 我是很慎重的選 文文 要是有人這樣追你 你會不會動心 我說我絕對當中忙去 等一下 我一定會忙 因為那種感覺一定 不 我的意思 我的當下 會不會拖 我就要看那個整個氣氛 可是我覺得 等到那個忙過去之後 我覺得我會去想說 他到底 對 不OK 因為我那時候曾經遇過一個 就是一個男藝人 真的都沒有 就是像類似你老婆這樣子 就我跟你也沒有什麼搭 有工作上有 就是採訪 然後根本連一點曖昧 還是說來電的感覺 我可能 我可能自己還有但不來電 跟他一點都沒有 跟他一點一咪咪都沒有 可是很奇怪 好人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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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家 而且感覺是真的忙 然後很奇怪都沒有 一點感覺都沒有 然後有一天他打給我 他就腳腕說 文文我們結婚吧 速度很快 這個應該差不多吧 又厲害 比你厲害嗎 直接說 直接求婚 他馬上說我們結婚吧 我還沒有這樣子 我只是宣僕要追你而已 沒有他就說我們結婚 我就說奇怪 你是喝醉了嗎 還是你是吃錯藥了嗎 他沒有跟你交 完全沒有 就工作上就採訪過這樣子 那我就問他說你喝醉了 還是吃油這樣子 他說沒有 我是基督教徒 是不喝酒的 我說那神經病 我也沒有跟你交往過 根本沒有感情基礎 那我怎麼適合你 我怎麼知道你適不適合我 我說雙方都是陌生的 他說你這個你就笨蛋 現在最流行就是 結婚之後再培養感情 把我嚇壞了 所以我覺得 他講那個話 有沒有讓你覺得很快樂 我覺得 因為我當下只有被嚇到 後來事後 我想要講就是 其實還滿爽的 真的 年輕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代表這種吸引力 人家才會這麼 另外一個方面 有可能是 你可能散發出來的感覺 是讓人家覺得隨便 這個是另外一種思考 你有沒有動性 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他不是我的菜 完全不是 文婉 這個是我們作家寫在文章裡面 這是真的 教人家 不不不 我們會寫這樣的 教人家怎麼去追人 因為這個太聳動了 你聽了通常都會笑一笑 然後反而對這個人很印象深刻 所以我們寫過這樣的文章 就說 如果你半開玩笑的 跟一個女人講說 那我們來結婚 他包準 看你很奇怪 然後反而有這個可憐 對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陳先生 他這個 絕地大反攻 之所以可以成功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看你的書裡面寫這個故事 就是 因為他是要嫁到美國 那麼遠 是一個很不確定的一個因素 其實 你剛好 你剛好把他心中 那個恐懼那個部分 抓出來了 沒有 因為他老婆是天蠍座 我告訴你 天蠍座 其實很需要人家那麼熱烈 現殷勤的 你知道 所以來講說 為什麼天蠍座會那麼笨 就是談感情 因為他在事業很精明 可是他在感情上 就是說 他一定要認定你 我告訴你 你不要覺得你很幸福 他就抓住你了 因為他比你更難改變 所以變成就是說 他對感情依賴會很過度 這樣的人其實很需要大量的愛 就是很清楚 我給你表達我對你的好感 和那個 那可能是那一個距離感 可能就會覺得相對起來 對 他們的距離 親戚打到台灣都冷氣了 坦白講對不對 可是 所以 對不起喔 所以你 他有打電話回去美國對不對 後來我要他打 為什麼 我先都沒有這些動作 因為你跟對方講 我每天做的就是讓他快樂 讓他爽 好 你怎麼讓他爽 你怎麼讓他爽 我每天 我在公司我逗他 然後講笑話給他聽 然後晚上我就帶他去 拜雙溪 我讓他聽 這是台灣的水聲 你仔細聽喔 非常非常美的水聲 然後要他唱歌 這個地方一定要配合你的歌聲 然後開始讚美他歌聲多好 然後再唱一遍 然後帶他去楊明山 就要安壯七彩 結婚後就都沒有了 然後 再到他 等一下先回答這個問題 希望不然有 我們都很好奇 還有再去過萬雙溪嗎 去到Source Spring Island了 我 我是一個上規公司老闆 我老婆告訴我 趕快來吧 不要再賺錢了 不要再做事業了 這裡需要你 我就退休我就去了 等等你當時追他的時候 你是個上規公司的老闆嗎 追到時候口袋空空 那是年輕的時候 那厲害 那如果是這樣 那我再告訴你怎麼追的 他告訴我 我問他說 好你要結婚了 那你那個老公 未來的老公 有沒有錢 他說有啊 他家有很多錢 我說有沒有房子 有啊他們家房子很多 我說那你 不是很笨嗎 他說為什麼 我說一個年輕人 他要開始追夢了 可是你完全沒有夢 因為全部都有了 好爛的理由 我跟你講 這個不可 對啊 所以感情要 可是那麼說 女人現在是要做小提神啊 一定要看你的 你開什麼車啊 拿什麼房子啊 那種人我也不要啊 那 對 我跟你講摩羯座很懂得逆向操作 然後我那時候 你這種人我也不要啊 你這種人我也不要啊 我那時候放一首歌給他吃一次 那個七朵水仙花 你們聽過沒有 Seven Day for Deals 是Blood4唱的 他說 我沒有高樓滑下 我沒有任何的洋房 我甚至呢 我手中的一張作者的鈔票都沒有 但是我願意待遍你踏遍千百個山坡 在清晨中 並送給你一個吻 那 他吃這一套 他吃這一套 他會啦 就剛剛好 聽些說吃這一套 剛剛好吃這一套 不會啦 如果一個要買LV的名牌包的女生 我看就不吃這個什麼 七個三頭什麼東西啦 這樣子對不對 那我就不會追他啦 他也吸引不了我 對 那你逼他打電話回美國 我越來越佩護你 你跟你剛剛講那一句 再重複一次我會預言 所以那是Blood4唱 怎麼樣送他一個吻 去多水仙花 我帶你踏遍千百個山坡 在清晨中 送你去多水仙花 並送給你一個吻 這家五號就對了 你常常在講這種話 我在賣西洋歌曲 對不對 每一首歌的故事 我都可以講給他聽 那是歌詞 對 師兄弟很有名 師兄弟很有名 那你怎麼逼他打電話回美國 那是已經 再過幾天他就要結婚了